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距离天安门广场大约也就是1500米左右 这条胡同呢叫赵锥子胡同 一提起北京的胡同呢很多朋友都会想到豪华的四合院 其实呢完全不是这样 今天呢我就带大家逛一下这条胡同 这一片区域呢非常的大 里边都四层八达的 这周边啊好几条胡同 这只是这一片区域的其中一条 咱们看看这房子啊 基本呢都是这种一层的又矮又低的这种平房 而且像这胡同里边的居民呢 一般的啊家里边都是没有卫生间的 不管冬天下雪还是夏天下雨都得出来上这个公共卫生间 你看这房子啊这都是后来新盖的了 应该以前也是大杂院腾退了盖成了这样的房子 您再看看这房子是不是在农村都很少见到这样的房子了 我们可以看到啊房子外边呢都有接出来的这样的一小间一小间呢 其实这也住着人了 有的接出来的这一小间吧是当做小厨房或者是杂物间 但是有的啊里边确实是住着人 你看这还有一个二层这应该是以前盖的 现在都不让起这种二层了 这一个个小过道同向千家万户啊 而且这胡同里边啊有私房但不是特别多 大多数呢它是工房 并且每家每户的面积都不是特别的大 如果有二十平那都算是大的了 基本都在十三四平左右 您看看洗的这衣服啊自行串啊也只能放在胡同里边 因为院里边几乎没有院子啊没地儿放 院子里边也都是小小的一个小过道 您看看这一户这房子多矮啊 感觉伸手都能够找房底了 而且这个门不宽 您看看过道里边放的东西也是密密麻麻的呀 就像这样的房子啊 真的是在农村都很少看见了 您看看这儿还起了个二层 这里边您看看 这小过道两个人并排着走都费劲的 看到这儿肯定会有朋友说了 这还是北京人在居住吗 这样跟您说吧 一般上了年纪的这个老人呢 还在这边居住 有的年轻人呢 可能就是为了上班方便或者孩子上学方便的 都在外边租房居住了 但是我觉得出去租房居住的是少数 因为有的时候走到这胡同里边 您一听他们说话 您就知道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了 当然了这胡同里边也有很多北漂的朋友们 在这边租房住 因为这边平房的房租相对来说要便宜一些 比租那种一居室两居室的要便宜 您看看 杂物也是没地儿放 洗了衣服啊 也只能再放在外边 像咱们今天走的这条照锥子胡同呢 在这儿还算是相对来说宽一点的 有的胡同比这儿还窄 之前我也给大家出过好几期就这一片胡同的视频 您看看这过道里边 连个自行车您都骑不进去 看看这小房啊 都住着人呢 看到这样的环境 说实话啊 我瞬间觉得在农村那大瓦房特别的好 想盖多大盖多大 您再看看这间房 这还是一个简易的 焊了一个铁架子 上边搭了一个简易房 就这还住着人呢 在农村真的是没有这样的房子住人的吧 可能见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房子在农村 您看看这个过道里边 窄窄的一个过道 别说两个人并排着走了 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能进去就不错了 有的朋友视频看到这儿呢 肯定得说了 您别看他这个房子又颇硬小 这可是北京的市中心 随便往外卖一套 那就值钱了 要是这样的话 那咱看就想多了啊 您看这儿又出来了一条胡同 四圣胡同 这里边也是非常的窄 里边就像走迷宫一样 看里边也有简易房 我就不进去了 刚才说了啊 这房子呢 大多都是工房 私房有吗 也有 但是特别的少 这工房呢 是房管所的房子 您只有居住权 是没有买卖权的 看看这一个 这应该是后来 修复过的一个房子 还是二层的 应该是本来 以前就是一个二层 因为现在是不允许改二层的了 您再看看这里边 这一个小锅道里边 被子也只能放在这里边 晒一晒 没地晒衣服 你看这房顶上 还都铺着油毡呢 我都在想着 夏天要是雨大 它会不会漏呢 像这种工房啊 您就是房顶漏 想修一修 都得房管所的来修 屋里边想装修呢 也得经过人家同意 才可以的 您看看这也是一个老房子了 咱们在这个胡同里边走了一圈啊 也没有看到独门独院的四合院 大多数都是这种大杂院 这个房子应该是后来盖的 您看还挺新的 南城这边的房子不像是北城那边啊 石刹海呀南洛古县那边 就是大的四合院比较多 南城这边因为自古以来 住的都是一些平空老百姓 所以它从古时候啊 就没有什么大的四合院 现在就更是大杂院比较多了 咱们走了一圈下来 别说四合院了 咱就是连一个像样的大门都没有看到 您看看这一户 这个门是一个现代的门 但是这个小门楼一看就是一个老房子了 您再看看里边的电线就跟蜘蛛网一样啊 所以说生活在胡同里边呢 虽然住这房子比较接地气 但是呢 真的是很不方便 像胡同里边取暖呢 冬天是靠电 在以前呢还是烧煤的 这又是一个胡同啊 从这也能穿过去 咱们就不往里走了 这个房子里边啊 也都没有通那个天然气 家家户户用的应该还都是煤气罐 像这个家里边有的面积大点的 可能会改造一个小卫生间 能洗洗澡什么的 有的家里边真的是就十三次平的 没有卫生间 洗澡也没法洗 都得去公共一池洗澡 这就是北京的老百姓真实的生活现状 不像咱们想的说的是啊 都是豪华的四合院 没有 真的很少 有豪华四合院的 那都是非富极贵的住 你看看这一个门里住了多少户吧 这就是老百姓们的生活现状 没办法 北京的房子太贵了 一般人买不起 五环外都六七万一平了 视频看到最后 有的朋友肯定也会说 哎呀娜娜你别忽悠我们了 这是北京嘛 现在从胡同已经出来了啊 一会咱们走出去 站在前面那条大路上 您看看就知道这是哪了 这条路呢 就是前门大街的南半段 从这一直往前走啊 就是不行 您看看 这就是刚才咱们逛的那条胡同 这儿离天安门广场的距离啊 真的是只有1500米左右 从这还可以看得到前门的建楼 所以说北京胡同里边的真实生活并不像明显的那样啊 都是豪华的私黑院 感谢观看